21号的候选人浩次抽签作业 总共有62位的市长议员候选人 其中有9位没有到场 并且由现场主席戴维抽签 过程顺利平和 我们新竹市公分为东南西北乡 6个选区加上原住民 总共有62位候选人 今天在浩次抽签 总共有9位候选人没来 由我们的主席戴维来抽签 今天的抽签的过程当中 非常的热烈 很多的候选人带着自己的支持者 涌进我们的新竹体育场 那大家都知道选举是民主的机制 很多的候选人要为这个城市服务 那今天呢顺利的选出自己的号码牌 希望大家把自己的号码 跟自己人结合在一起 在往后的这个时间内 努力的宣传 为这个城市呢 再做更多的事情 抽签作业候选人 抽到理想的数字 一旁的支持者欢呼声此起彼落 轮到东区抽签时 候选人黄家叶 则是拿着一颗小南瓜上场 特别引人注意 那今天为什么会拿着南瓜 主要是因为下礼拜 算下礼拜吧 31号的时候是万圣节 然后刚好我的背心也是橘色的 就觉得好像可以让大家 轻松一点的来做这件事情 因为之前我在工作的 议员服务处那边 那那个议员跟我说 就是这个就是一个盛大的宴会 那因为我没有很多的人力 可以来帮我呼叫 所以我只能靠我自己 让整个场子变成我的场子 所以我就选择了带一个小东西 我还有在看那个公文上面说 不得携带什么会伤害他人的用具 想说这个应该不会伤害到别人吧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就带着一个小南瓜这样进来了 选战走到号次抽签阶段 也意味着只剩下30多天 民众不论是认人脸或者是认数字 候选人想必都希望能够有更多的连结 跟认同争取更多的选票支持 记者万事连新竹采访报道